大唐一代的诗人 把中国的古典诗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唐朝建立以后 国力日益鼎盛 社会达到空前的富裕 经济繁荣 中外的各种交流频繁 而文化也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融合性 大气磅礴 唐代诗人伪装 是这样歌颂都城长安的 长安二月多乡城 六街车马升零零 家家楼上人如花 千枝万枝红艳星 像这样人比花椒 车马相乘的生动描述 让人即使在千年之后 人能感受到当时的富丽繁华 而唐诗和历朝相比 也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唐朝人写月亮 是明月初天山 苍茫云海间 满月飞明镜 归心折大刀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无论是在天涯海角 气象都是开拓的 就是信手拈来 短短的一首小诗 常也让人惊叹 举个例子 像是陈子昂的 《等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 独创然而涕下 他为自己眼界的有限而哭了 也为了时空的局限 看不到古人 看不到后人 而创然涕下 那种对生命悲剧性的感悟 是很浑厚 很博大的 但到了唐朝以后 就少有这样 整体的磅礴大气了 整个大唐时代的诗人们 好像约好似的 在因缘聚会中 一同为唐诗 创造了这样一个 波澜壮阔的局面 难怪有后人说 好像所有的才情 都被那个时代的人用尽了 好像所有的好诗 都被那个时代的人写尽了 其实对于大唐盛世 与其说是对他政治 经济 文化强盛的敬仰 不如说是对于他 博大的胸怀 一种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这么一种精神的敬仰 也正因为有这种精神 才使得唐朝能达到 这样一个鼎盛的状态 比如说他打破了 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 使知识分子的地位 不再取决于世袭的身份 而是取决于科举制度 个人的成就 隋朝灭亡后 科举制度曾一度停办 后来唐太宗恢复了这个制度 发掘了许多人才 而在科举里重磅的 也有不少是外国人 像阿贝重马履就是其中之一 他原是日本浅唐留学生 在苦学五六年之后 因为科举进士极地 而成为唐朝的高官 而在对外文化上 大唐也广泛吸收 各种不同文化的优点 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队 把中国丝绸运向了西方 也带回了丰富多彩的西域文化 连外来的佛教 基督教 摩尼教等 在这里也都和谐相处 构成了一个多元文化 相互融合的动人情景 大唐盛世 也因为这样 而成了后人向往的理想世界 面对这样的历史 其实更值得我们省思的 是大唐的气象 因为唯有伟大的包容 才能成就真正的大业 是大唐盛世 是大唐盛世 是大唐盛世